是軟男還是軟男 都是別人的錯 反正市長都沒有錯就對了 記者會就變成了 切割大會了 球員兼裁判嗎 而且這個行程 你可以稍微調一下 你一定要那一天開幕 或你一定要那一天 同一個時間 宣布這個調查報告 或者是你可以早上開幕 下午宣布調查報告 這個實在是 太容易處理的一個問題 如果你覺得 這個調查報告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真的非常深的愧疚 你就不會躲起來了 其實就是想要閃避責任 好 10月29號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的 行政調查的部分 公佈了68頁的調查報告 但這件事情 結果沒有人 真正的負起政治責任 讓大家非常的憤怒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報導 我想我們要很誠實的 來面對問題來解決問題 我們也不會回避 也要負起在整個災後的重建 陳其邁市長 你在當立委的時候 你都說是別人的責任 現在你當了市長 你又還是別人的責任 現在你只讓兩位局長下台 甚至在報告當中還指出來說是 住戶自己有責任 但是就是陳其邁沒有責任 你這樣的做法 簡直就是來寫無情渣男的行徑 好 到底是暖男還是渣男呢 陳其邁真的可以逃過 不需要負起任何的政治責任嗎 調查小組說 我們今天只是公佈調查報告 又不是要市長說明 市長不必到 那市長也就不用來了 也不用來當好了 好 那說好了 不是說一定要人要負責嗎 結果那市長跑去哪裡了 市長還跑去參加了 台29線路段的一個通車典禮 真的很遠的跑到哪裡去 跑到那馬下去了 好 所以我們看到 李廠志就是國民黨的黨代表 青年黨代表就說 哇塞 來回要四個小時 根本就是故意躲避 有需要躲這麼遠嗎 是暖男還是軟男 好 那高雄市議會的議員 童彥珍 童總召有說 調查報告裡頭的內容 避重就輕 都是別人的錯 反正市長都沒有錯就對了 反正調查報告 就一定不可以出現 市長兩個字 而且市長也不用出席 所以記者會就變成了 切割大會了 好 滿腦子想的就是回避責任嗎 那林青蓉副市長就說 消防跟公務局長 已經展現風鼓下台負責了 所以希望這個悲劇 能夠化為精進的力量 正是制度面 法規面的不足 這些乘科不只在高雄 哇塞 甩鍋也甩太遠了吧 其他城市也有相同的處境 呸呸呸 你不要詛咒 其他的城市嘛 把你們高雄顧好啊 好 那麼呢 這個我們看到 高雄市的發言人 國民黨黨黨部的發言人 就出來也講了說 督導公務部門的副市長林青蓉 你就來做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你根本就是應該被調查的啊 那這樣不是球員兼裁判嗎 上次高雄氣爆 還有一個副市長下台 甚至連都沒有 好 那剛剛大家在講了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開幕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偉大的東西 為什麼這個陳其邁這麼的重視呢 所以10月31號的時候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開幕了 陳其邁說 歷經城中城的火災事件 高雄市政府絕對會更堅定的 加速舊城區的再生 好 希望未來高雄 就是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能夠成為高雄人 共同的情感依靠 也代表台灣精神的再生與出發 這是陳其邁說的 但問題是陳水扁的兒子 也是高雄市議員 就馬上打臉陳其邁了 陳志忠就吐槽了 他說你這個招商的進度 才有14%而已 你是怎麼樣 然後營運的團隊 趕快加把勁 你陳其邁在這邊撿採 可是你根本就沒有人要來進駐 不然說出去是很流行 當地有愛河的無敵美景 然後第一年的租金還優惠 結果連星巴克咖啡都不願意來 文化局要趕快提出對策 否則斥資70億的高流 根本沒辦法發揮最大的效益 那網友就說了 陳忠誠燒死46個人都沒事了 還會比這個更老闆嗎 塔綠般老招 撒錢就是由我 爛事就神隱 黃傑醒了沒有 趕快監督一下 事實上現在不只是黃傑 所有被罷免掉的人 都說要回去高雄選議員 因為在高雄 就是不需要負這個政治責任 為什麼高雄會變成這樣子呢 還有什麼事啊 我們會為了 給這個問題 好長者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很快感到 把劍地的閉上 這個問題 該怎麼可能會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